來自臺東財務 本地市長十二月十九 要正式來通車 不過上五月市營運 列車連結區的車心回覆 台北財務局經過中間一個個月調查 不然上次來說明這個車心回覆的原因 要怎麼解決也說不清楚 市長洛秀院再去來選擇 臺東財務無限期 可以通車 除了向臺東市民度限 也會叫臺東財務要配送 我們必須向全體市民道歉 市長洛秀院向大家會失禮 因為臺東財務本來要 第二十二月十九合同車 更快要延期 市府看過港町協 對市營運發行車 心長期的報告在後 感到也是有問題 為了加強要求 我們已經再次的把臺北捷運局 所提出的報告退回 交通局說經過檢查發現車心的災疾 不符合標準 還查不出那是中國做的 反而不是車心有問題 抗拉強度 約多比我們的設計的標準都還略低 臺東財務公司也說 剩下當天含港町協 就算拿出強化車什麼方案 所以沒有辦法保證 未來不會開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保證 他當場沒辦法完全回回答 這個問題 港町協已經在明年 立委完成改選 不過市府領委收過六關 現在又沒辦法跟市民說 當時可以通車 消息傳去市議會 讓納粒議員都在在坐 國民黨議員認為市府的決定是對的 不過民進黨議員認為 市府跟這次輸給港町協 他說他算後來如果心好 會隔開臨時會 要市府好好說明